大家在之前的学习中已经认识了分数,比如把一头野猪平均分成三分,其中的一分是三分之一,把一个圆平均分成四分,其中的两分是四分之二。 像这样把单位一平均分成若干分,其中的一分或几分可以用分数表示。 平均一词通常和除法联系在一起,说明分数和除法有着内在的联系。 把八个蛋糕平均分给四个人,那么每个人可以拿到8除以4,也就是两个蛋糕。 那么,如果是把一个蛋糕平均分给四个人,每个人拿到的个数就是1除以4,而这正好是四分之一个,所以1除以4等于四分之一。 这说明每个除法都对应一个分数,此时只要把被除数放到分数线上方,除数放到下方即可,例如3除以7等于七分之三,11除以4等于四分之十一。 根据分子和分母的关系,分数可以分为两类,像三分之一,五分之二这样,分子比分母小,叫真分数。 真分数都小于一,像四分之四,五分之六这样,分子大于或等于分母,叫假分数,假分数都大于或等于一。 除了这两类,还有一类特殊的分数。 例如今天中午我吃了一个拌烧饼,这里的一个拌无法直接用真分数和假分数表示,于是为了表示这样的分数,数学家创造出代分数。 这里一个拌等于一加二分之一,省略加号后就是代分数,读作一有二分之一。 像一有二分之一这样,把整数和真分数写到一起的数,叫代分数。 在上面三类分数中,根据需要,可以把假分数转化为其他形式,比如四分之四和三分之十二。 根据分数和除法的关系,四分之四等于四除以四等于一,三分之十二等于十二除以三等于四。 由于除得近,就可以化为整数,但如果除不近呢? 例如三分之七等于七除以三除不近,想象一下把七个蛋糕平均分给三个人。 因为七除以三等于二于一,所以每人除了拿到两个完整的蛋糕外,还得评分剩下的一个,也就是每人得再拿三分之一。 于是每人就拿了二加三分之一,也就是二有三分之一个。 因此,三分之七就等于二有三分之一。 于是对于除不近的假分数,只需用分子除以分母,把所得的伤写到整数部分,余数写到分子处。 分母保持不动,就可以把它转化为代分数。 例如四分之十三,十三除以四等于三于一,把三写到整数部分,余数一写到分子处,分母还是四,于是四分之十三等于三有四分之一。 假分数可以转化为代分数,那么反过来,代分数也可以转化为假分数,例如二有四分之一。 如果把前面的二也都四等分,那么一共有二乘以四等于八分,加上后面的一分共九分,所以等于四分之九。 也就说分母还是四,分子变为二乘四加一等于九。 于是画假分数时,只需用整数部分乘分母,再加上分子,然后写的分数先上方即可。 例如三有五分之二,分母还是五,分子是三乘五加二等于十七,所以等于五分之十七。 介绍这么多概念,是不是有点感觉吃不香? 那就去做做练习,巩固一下吧。